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这些尝试当中也许我们会觉得那个某课程可能是枯燥乏味 例如可能资讯伦理素养的课程 他想说好像可能我都是老师当方面 然后在这边讲述那个伦理课程 但不是耶 其实据我了解清晓老师的课 他把这样的课程讲得非常的有趣 甚至很活泼 然后学生的反应也非常的热烈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在我们要了解老师的这个教科方式之外呢 也会借由老师的这个背景来了解 老师一路上 他这个学经历背景 以及认教的过程 然后如何融入 然后在他的课堂当中 甚至有现在这样的一个成就 那我首先我先请 因为老师其实除了课堂之外 老师也带了学生去参加很多竞赛 然后那个比赛也都是拿到很不错的成绩 我个人非常的好奇 那我首先我想请这个 清晓老师来跟大家做一下分享 因为就老师可以了解一下 您的任教背景 当初是什么原因 会让你想要从事高教的这个领域 因为据我了解老师 您其实是北部人对不对 是 对啊 那怎么是什么原因 然后是什么因缘机会 然后会不会让你想要从事这个教育的一个领域 可以跟大家做一下分享吗 而且老师好像一开始也是会计 被发现 我觉得很特别很特别 所以我想请老师跟大家做一下分享 我有时候回头看 就是自己为什么就是在这边 我只能说好像他是就是 一小段一小段一小段 人生不同的因缘机会 然后累积 然后把这条人生的路延伸到这里来 所以我回溯我自己小时候 我自己原生家庭 那我爸爸 我们是做国际贸易的 那所以我从小我印象很深刻 我觉得对我来说 我还是小孩子 那我就知道这世界上不是只有台湾这个国家 因为例如我们可能会有日本的顾客啊 那我们最主要的顾客其实是在沙烏地阿拉伯 在遥远的中东 那在中东那边就其他战乱很多嘛 然后据说就是他们每一个人家庭后院都有一座井 然后缺钱的时候就去挖石油等等 你不是说他们经济很富裕的意识啦 这样子 那可是他们又在沙漠的地方 所以我就说这叫我小时候 就其实可能就这样一个 就是家庭事业的环境 就让我知道说就是 整个世界其实它是一个整体的样子 那我觉得这样子一个视野 它其实好像也帮助我从小 可能就比较能够去看到所谓的整体 而不会只是说我是个小孩 那我以后要何去何从 好像对于自己的未来 或是自己的那个世界的大小 它其实好像是有一个迷惘的 但是因为我们常常去做事情往来嘛 那会有些国外的客户过来啊 是国外客户会来台湾 对 那老师小时候会因为家里这种背景 会跟着父亲可能出国或什么之类的吗 还是那时候还没有呢 还没有 因为那时候其实 我说那个阶段 其实可能就是有印象 就是可能小学就是那样子一个阶段 对 可是就是已经有跟外国的人做接触了 小学的时候就已经蛮频繁的就对了 因为家里面的那个 事业的关系这样子 那我印象深刻的是说 在早期哦 你想民国就比如说 我刚出生就是那个叫做自爆年龄嘛 对 然后我大概知道 对那个六七十年龄 六七十 好 模糊一下 模糊一下 然后你可以想在那个很早的年代 那 呃 那所以家里大概小小其实张罗就是靠妈妈一个人这样子 那那那那可是就会想象说 嗯 为什么就是嗯就是你爸爸要出国一次就是就这么长的时间 那时候要出国然后一段时间就会有外国客户会来台湾 那其实目的是为了要看产品或是 合约啊 或是看一些生产啊 一些等等的这样子 那来了之后就会需要接待他们嘛 这样子 对那那所以在这边就会变成说好像去遇到不同的国家文化的人是一件自然的事情嘛这样子 所以因为其实从小的养成背景其实就已经让你觉得 今天的国际事业已经在你心中已经养成了对不对 嗯老实说我觉得这边他给我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小时候的影响的 是 那后来怎么会往教育这个发展 因为总统认为说因为家里面这层背景的话有什么有可能会 对就承接家族事业等等的 对我一直都是这样觉得 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你都会说其实你怎么坐在这里了 对 怎么坐在这里了 是不是好可爱 好 是什么样的契机 所以就是其实一直带着就是刚才就是Rubin说的 就觉得说那我长大的我应该就是在家里帮忙吧这样子 大部分会有这层期待啦 确实 所以包括我后来就是在进到就是我在读书的历程里面 老实说因为在这样一个一个环境里面 其实没有人跟我们讲说什么叫做是一条什么 成功的升学道路就是打比方就是名校啊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 所以你的求学过程其实是你自主性是高的 这家里面不会干涉不会说欸性子你应该去走商业路线或是走什么 因为我们家里面工企业的关系 家族的关系 应该说就是他们大家就觉得说你应该要去学商啊 对对啊 所以所以其实后来我自己在就是念书的时候我就去念台北商专 在那个年代 很有名耶 因为说在台北就是总之我们那个印象是觉得说你以后你要去走贸易的喔 那北商国贸那个是就是一等一的在我们的年代 对没错没错 甚至就是其实比较孤落寡闻一点喔 就说其实年代就其实在我那个年代 就是我自己可能会觉得说哇去北商国贸好像才是一件厉害的事情 因为可以跟就是家里的需要什么一样 所以其实他也是符合你自己兴趣 如果照这样讲的话那时候你自己也觉得其实能够进去的话也是你自己也就是蛮开心的一件事吧 嗯是耶 对那可是很明显的就是其实跟班上大部分的同学走了不一样的路 因为多数人还是会往普通高中那边发展嘛这样子 对 那那可是反倒自己对于普通高中那一条路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概念 嗯反倒因为从小在这个环境嘛 比如说我们甚至还有货柜40次货柜或20次货柜 然后可能其实就停在家家里前面那我们需要上下货嘛 那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就跳进货柜里面玩这样子 好特别 对所以就应该不是一般人能够接触到货柜就在家门口这样 对要上货进一个 那所以就是所以也造成自己就觉得说在 等一下我想问一下家里面是港区离得比较近吗 也没有 户柜会在家附近上下货 我们其实就是在台北万华 所以 OK好 我们就是往基隆港里面走的这样子 已经问到很细了 糟糕 没关系 所以其实那时候你自己我觉得所以等于自己的目标已经很明确了 像那时候可能大部分会选的是高中 可是你那时候已经就是决定要走商专 然后你已经想说就是未来就应该是承接家族的事业 可我好像觉得就是我把家里的那个需求作为自己的目标 所以其实我好像也没有去问过自己到底想走什么路 可是我就觉得说家里是这样的环境吗 好像你就当时那个年纪就其实还小就觉得理所当然的好像就应该要去往那个方向学习 我觉得那个是一开始的一个契机 那可是当然我觉得我非常感恩的 是说就是我想有别于就是同龄的就是一些朋友同学 我会非常感激说 我自己在这样一个视野底下长大 所以其实看到了世界或者说从小就接触 外国人其实也没学过什么ABC的 可是你知道看到他们 那其实就是会不害怕去讲那个 因为你讲那个他们才听得懂 所以会觉得英文应该是一种拿来沟通的工具吧 所以后来就是自己包括就是国中高中 你知道我们大家很多同学读英文读得很可怜吗 很多硬呗 对那可是对我来说我会觉得说 我就是得要去学习这个以后跟不同国家的人说话的一种的工具 所以当时候的心理态度跟数字其实就已经 他不是勉强来的 你觉得很自然而然的 就说哎这就是个工具 其实就是学习嘛 然后第二五语言这样 对 可是可能在那时候的头你觉得学这个要干嘛 对我 对 对 所以我自己就回头就是 就是聊到这个时候我觉得我有个特质吧 就是我会回头去感恩说到底是什么样的环境 让你可以接触到 所以让你可以启发你去看到不同的视野 可是刚刚姐有提到当初也是因为就是 反正就是有点一如既往我就是这样走 可是然后我选择商专之后 你那时候还是以家主嘛 然后可能这个期待 然后你觉得自己也没有排斥 你也觉得好像满自然而然 就就也是走这条路 那什么原因让你转变呢 总有一个原因 不能说转变 那后来就带高脚端 对对对 我觉得中间的转折是因为当时其实一开始 Rubier提到 就是说也因为这些商专的关系嘛 那所以我们需要去学一些商业经营 国际贸易 然后国际谈判等等这科目 那在那样一个就是等于说 呃 职校的训练方面 他们都要求你就上这课要去考检定嘛 这是跟普通高中很不一样的发展 所以那时候我在就是 呃就是高中商专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要去考 呃会计三级会计二级 那一级的话是因为你要就业 然后会计师等等 那个不能在学生身份上面去考的这样 可是我就觉得会计三级二级就是 顺手去走进去考长 然后就拿了一张回来这样 当然现在被同学听到 可能就想打我一声 对 不好意思 看可不可以简单 我就是会保留 搞不好还当预告 那包括在那个年代就其实 老师就会要求你就是 你必须要中打阴打嘛 因为你知道就是在商业训练里面 那所以就我们在那样的学生环境 他就要求你说 你可能要一小一分钟 要打五十个字六十个字这样子 才能通过这样子 所以就这些对我来说 你可以想现在可能就是在 呃高职或是专科的年代 我们本身就把它当作是一种 你基本你一定要具备的能力 这样子 那总而是再再再往后一点 就是说在北商国贸就是 毕业之后 其实当时家长也觉得说 哎很好啊 北商国贸毕业了嘛 那应该就是开始就是留下来 就是贸易这条路了嘛 那在当时其实心里头 每一个同学都都继续就是去考考看升学了嘛 这样子 比如说我端之后可能还有什么二纪啊 研究所啊等等的 那就觉得说 大家都好像都在去考考看这样子 那心里头就觉得说 那我是就去工作了呢 还是我也来考考看这样子 那心里头也许就觉得就是 觉得那去考考看好了这样子 对那那时候好就考上了 停课大 对那你知道就是屏东了 对啊 然后家长就说去那地方干嘛 就是觉得说 是很远啊 一个北一个南啊 对所以 所以其实他们是 所以有另外一个声音出现了 因为感觉一路上是顺遂的嘛 可是当你考上平课大之后 对 声音有不同声音出现 为什么要是 我考上是资讯管理 OK好 然后所以其实一来是 家人会不能理解说 你国报能够突然跳到 资讯的一个新的领域 那不一样吗 嗯就是对 在那个 因为感觉两个是可以相辅相成的 不是那可是也许是 比如说一个典型的一个商业家庭的思维 虽然会用到一些电脑辅助 但毕竟会觉得就是商业还是主体这样子 OK 那你跑去念资管 你何必大费周商的去念资管这东西 所以就等于说就是大家会觉得说 那个领域方向你是不是需要花个 两年四年然后去另外一个地方去学习 而且是大老远的这样子 所以其实就会有一些不同的声音这样子 所以开始终于终于有阻碍 我在期待什么好坏喔 所以那时候怎么办 因为听起来一路上是 是蛮蛮顺水 可是现在出现第二种声音了 你那时候是 我觉得就是可能就看着同学 大家都好像理所当然的 就是继续去往下个阶段 就是能念书尽量念书这样子 所以虽然说考了一个可能 跟国贸有一点距离的 然后心里还是会觉得 就仍然想去多学点东西吧 是 然后可是其实家人也蛮明显的 就是表达他们 不觉得就是需要去选一条很远 从北台湾到南台湾的路这样子 那所以在那当时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 因为爸妈不是那么的赞成 所以我印象中还有我大哥开一些车 然后就是跟我包袱款款 然后载我去屏东这样子 嗯 所以你坚持对不对 应该是你坚持 那需要那时候需要革命吗 也没有革命可是就是 所以大哥是 是挺你的决定 是挺你的决定喔 我想大哥也是个就是可能 从小比较自主独立的角色吧 这样子 那他就说 那如果你想念的话 那反正我就赞你下去啊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 再回头这边其实也会很 谢谢就是大哥那时候 就是扮演了一个 可能家里面就是觉得 愿意支持你说 就去试试看吧 那样一个角色这样子 那所以其实到了屏东之后 我自己心里头 好像就有几分的觉得说 我真的得要自己 不论在未来人生的自我负责上面 因为你选择的一条 跟家里期待稍微有点不一样的路嘛 那所以你不能说 就遇到状况 然后还跑回家去哭泣好拍啊 所以就是感觉上自己好像心里就无形的啦 但是就有一种觉得 以后走出来啦 遇到什么事情 自己得要坚强啊那样子的 一种的内在的一种的自我的一个对话吧这样子 所以后来因为这一层 后来学成之后 老师是继续就往资管的路 是耶 因为我在念完评课他那些时候是二季嘛 那就发觉说 诶 左右邻居同学大家又跑去报名研究所了 那时候其实在我的世界里面 其实我也不了解就是硕士博士是什么 这样 然后就觉得说 那左右邻居同学是好朋友 大家就去考了 那不然呢 我会去考 我会去考 空中公 公 公众朋友听了会不会 立刻想要切断这个频道 没有没有 因为说没有 应该是说 我觉得还想到现在的 因为等一下我们会聊 因为现在的网路跟那个资讯发达 跟那个时候其实真的是 还是有很久难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那时候 可是也不能讲 因为等于是说其实你会 也许 他们会某个程度会跟着 就是同才 如果他们往哪个地方走 你会先往那个地方一起 一起走 但是你会等于是我们边走 边学边决定 我是下一步要做什么 这样子 对不对 可是同样跟现在的学生也是 他们也有可能 也是这种的状态也有可能 以现阶段来转 其实也有可能 因为我不一定知道我未来到底 我这个决定方向 是我自己喜欢的 有时候真的是 你走到某个程度 所以我们才决定说 原来我的兴趣是这个样子 是 对对 然后当然就是我觉得在 品德大那边 还有一个小转折 就是说 我本来就是 也觉得说 就是读书嘛 这样子 那尽可能的 我尤其是一个 从国际贸易这个领域 跳进资讯馆里 是 资讯馆要大量的写程式 尤其在我们早期的年代 组合语言 C语言 OOP 那些就是硬笔子 那相较于人家可能是 在资讯馆已经泡过几年 可是我是从一个 商业的一个科系转过来 那所以我自己就觉得说 我要比别人更加的努力 我才能跟得上 原先在资管里的 这些同学们 这样子 那所以在那边 就是加上我觉得 那心里头 刚刚有提到一个信念 就说 你走出来咯 就你得要在自己 心里 你自己 要坚强下去 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这样子 那所以我印象很深刻 那时候 呃 是那种大台的主机嘛 在那个年代 嗯 对 那所以我就常常就是回了宿舍之后 我就把电脑拆开 把它当乐高积木这样子 然后主机把它拔下来 然后一片一片的那些晶片卡 PCI卡拔下来 然后就把它装回去这样子 那就是练 就是你对于硬体的那些熟悉嘛 这样 那如果没插好 或插错 反正就开不了机 是啊 对啊 那你就知道说啊 一定哪边没弄好 所以就这样子 就自己累积经验这样子 因为自己训练自己 对 因为就是 而且补足那一块 刚刚讲说 其实已经进入在资管 已经有至少有好几年的同学 你就是为了赶快跟他们一样 嗯 所以等于是 你强不 等于是你在短时间之内 让自己赶快急速成长的意思 对可是就是觉得 也还蛮有好玩的 你就把它当热高积木 嗯 就把它拔开 所以你是后来玩出兴趣嘛 而且确定嘛 决定 就是说我就是走你那条 我觉得那时候老师说也还不确定 啊 那呃总之就是一边就是 我就是透过就是自己不断的 就是有点 我问一下在你自己 我觉得那是一种双重压力 因为等于是说当初要南下的时候 你是得 嗯 你有同才的压力 因为等于是还有其他跟你 早就在资管里面有 已经有好两三年的同学 他们的 他们的力一定比我们那时候刚过去 跳 等于是跳跨域 还要强 他们本来的基础 然后这就是学习的压力 那时候 嗯 可是刚才有说面对家里的 可能还在想说你怎么选这一条路 到那个家里的压力 你是双重压力之下 嗯 你自己那时候怎么去调 因为我觉得 嗯 这个是需要学习的 因为我 不管是你那时候跟现在 才我们都有可能是面对这样的压力啊 其实我觉得 Ruby应该很适合当心理分析 哈哈哈 我觉得 这是我第一次我们 我们这样子就是聊自己的过往 然后 就是Ruby 可以很清楚的 好像去帮你看出或 剖析出说 哎呀你那个 在那个岁月年代 其实你身上 其实 有 有两种不同的压力 这是第一次 就有人这样跟我说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 我今天来这边分享 我应该是收获最大的 哈哈 我们也想要知道 因为有时候 那个压力就会让你却步 嗯 但是我 我反倒觉得 或回到你的 嗯 既定的 舒适圈吗 嗯 但我 似乎在那时候 虽然说 也没有人告诉我这些什么 嗯 心理啊 压力什么的 但我只知道说 嗯 自己 得 勇敢的 往前走 我觉得就好像有一种 嗯 无形的就是 一种 一种 心里头就觉得说 你就只能够往前走 这样子 就好好把这条路把它 嗯 学好 不然的话你来这边就浪费了时间嘛 所以你本身自己心理素质 应该本来就很 强韧吧 嗯 因为听起来 其实你自己在那个当时候 你不会把这两种压力 当作一种压力 你反而是 就是刚刚你分享 你是觉得 我竟然决定 我就是好好把这条路走好 嗯 而且要为自己负责 嗯 那个心理素质 其实本来就很 很强韧 我今天被你分析好清楚 我现在才知道 没有想到压力这件事情 诶是 因为听起来是这样 对 嗯 不视为压力这反而是 嗯 对 对 对 哇 不是 老师我把时间长 我先休息一下 好好好去思考 真的 有时候我们把压力用在 实际上在口 戴在口头的时候 会想说 诶 当我们不视为压力的时候 是否会有另外一个风景 嗯 超棒的 对 我们今天休息一下点 还在回来我们节目当中 再持续邀请到这个 高雄大学的资管系副教授 还有灵性指导师 来在节目标一起來跟我们分享 那 在他学经历过程当中 有这样的一个 有一个经历 那他如果用在他的教育 在 领导学生的一个过程 又是如何去领导 然后 才会有这么多 有趣甚至活泼 甚至跨界的一个 的带领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下再回到我们节目当中 好的回到我们听太时光节目 今天我们听太时光节目 是与高雄大学共同合作 单元开启时光机 今天的时光机的这个主角 就是资管系 高雄大学资管系的副教授 林姓指导师 他同时也是在学家当的这个主任秘书 那刚刚我们在上段节目当中 其实透过蛮长的时间 我跟这个主题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他的这个学经历的一个过程 接下来就蛮好奇的 老师后来是怎么去从事任教这件事情 因为在高大执教之前 其实你有在另外一所学校执教 对不对 可以跟大家做一下分享 因为那个其实也是 启动你更多 后来对于教学跟教育 这个思维的想象 可以跟大家做一下分享 是 谢谢Ruby 因为在刚刚提到说 在结束了就是我自己在大学的训练之后 其实我就到了就是中正训练 然后就可以去教书的那个年代 那所以我就是依着这个主任的推荐 然后到了台南那一所学校去这样 那应该所是一个就是在地的学校 那去之前其实就有很多就是 可能熟知就是一些中南部学校的老师 所以就提醒说 那个学校可能比较多是那种学生打架等等的一些事情 你确定你自己要小心啊 那可是我其实可能就是 而并没有太多就对于这些学校所谓的就是太多的了解 那我只是要说我是去教书的啊 那所以我就去了 那去到了那边之后 其实会发觉到说 嗯就以教学的课程来说 那我发觉说不得了 我我我教书的那个科目之多元啊 反而惊人 我从资管导论啊资料库啊多媒体啊 然后交到商业的那个财务管理啊 然后交到那个成本会计啊 是艺人全包 对我都交了这样子 然后就开始怀疑是我在资管系 还是我在全财系 对那 可是可是我就发觉说 自己就是不断的讲啊讲啊讲 嗯我好像变成一个录音机 一个教书这样 因为这些东西你很熟 所以上了台 你就可以坎坎的谈的去讲这些 可是你讲这些的时候 你好像发觉你只是重复的去把这些课本的知识很熟练的讲出来 嗯可是观察台下重点来了 台下那些学生可能大家就是晕的晕睡的睡 然后甚至更多的时候是见风插针 想要跟老师聊点别的 老师你别那么认真教了啊 我们稍微 轻松一下嘛老师 对那我就想说我拿你们学费这薪水 我怎么能出 对呀起我良心 你们好好 你们好好听课 对我要好好地教你们这些 对所以就发觉到说 教书跟教育这件事情 他其实在那时候就是突然在我自己心里头 萌出了就是说我到底是来教书的 还是我是来教育的 那这个问题其实老实说在 在我教书的第一年 思考了这件事 所以我很感谢我觉得我教书第一年去到一个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具有挑战性的学校 所以他反倒触发我去反思了这些我觉得真的是影响了我后面一辈子的路的问题 因为后来这些学生们其实后来跟老师是成为一辈子的朋友的 对我印象深刻我那时候坐在台下的时候 我有教日间部跟夜间部 那夜间部的学生甚至有那种他跟我同样都是六年级的 对会有就是我可能在此我又在进修之类的 那甚至有更多是那种年纪更长的 那在那个地方其实有一个小插曲 我在夜间部开学第一天 其实就遇到学生打架斗士 然后就第一天 可是你那时候很嫩欸 对 所以我就发觉说 哇 就是都帮助我开了眼界 震撼教育 你对你自己是震撼教育 我只是淡定的 你很淡定喔 嗯 不过后来就是那个打架当时的学生 其实一直到现在 我们变成是生命里 其实就是一直到现在的朋友 就说 并不是说什么打架 就是什么好人坏人 不是这样子的 就是当时一定有当时的因缘 才触动你一场冲突嘛 但是重点是冲突之后 然后大家反倒愿意就打开来讲 说哎 那当初音乐 那反倒我们其实就是刚刚提到的 你不是只是来教书的 更重要的是 你好像是可能还有跟他们一些 生命上面的教育的不同的意义 就真的促使自己反思了很多 所以也才毅然决然的觉得 嗯 我好像还是要再往上继续 嗯 在可能在下一个阶段 比如说再去念个博士班 除了说是自己在知识专业上面的累积 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自己好像要再沉淀一下 教书跟教育有什么意思 嗯 那是念完博士班 是不是就自然懂得教育这件事情了 所以就是真的就是又继续 人生好像那一条路 就是往下开启 又起承了再继续下一个阶段 这其实会不会就 后来其实这一路上的经历吧 不管是学历或刚刚讲这个人教的经历 嗯 其实也让你自己 刚刚讲说启动了 然后思考教学跟教育这个想法之后 你自己进修 然后你再继续在 现在在高教端 然后教学生的时候 你会用更多 因为其实等于是是才是所 你等于是要用更多的方式去 可能要引到不一样模式学生的样子 所以让你教学才会这么的多元 是这个原因吗 你自己去思考这些 因为老师像我如同 我刚刚节目一开始讲的好 其实信赞老师在他的课程当中 即便是大家可能看觉得很典型 你可能会觉得很boring的课 他都把它用得很活泼有趣 甚至学生 你带学生也参加很多比赛 这会不会就是跟你一路上的进论是有关 不管是家里的背景 就是你常常接触到国际的部分 甚至刚刚你在实地教育 这些教学的学生的过程 所给你的一个回馈 会不会是后来 你在引导这些学生的时候 你才用那么多元方式跟跨界 因为老师其实在教学生的时候 不会只用资管这件事情 你其实用很多的方式 我想请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 我觉得Ruby刚刚还已经 就是充分的去描述了 我觉得刚刚你讲的 感觉都是人生路上养分 然后这些不同的养分 其实不断的就是 酝酿酝酿酿酿酿酿 然后到了我就是 其实博士班之后 其实我就来到高雄大学 那在高大的时候 面对其实是一群很棒的学生 你看他们都有相当不错的成绩 进到这边来 那多数他们其实肯定也都是一路 国高中上来 然后拼了就是大学联考 然后来到这样一个环境 所以学生本身很好 可是学生生命上的历练 其实相对的可能就 还比较单纯一点 所以多半时候他们反倒倾向于觉得说 上了课就是坐在教室里 然后听老师讲 但我就发觉他们好像除了就是 能够把期中期末考考的很好之外 那到底到了18周学期结束 他们还记得什么 他们还能带走什么 有些时候连学生自己好像不太关心 他们只知道说 哇我又拿到三学分了 所以毕业那个128 我好开心 对 倒数计时 可是此外说 那这门课能让你带走点什么 你觉得跟你未来有什么关系啊 他们会觉得 这问题这是一个很抽象问题 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其实学生多数会反应这样 可是幸好是你在带领这些学生 你一直在告诉自己 我要让学生带走什么 对不对 不然为什么我们要花这18周 对 很长的时间呢 54个小时 然后18周 然后我们要每个星期后面 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 这个问题好像 我进到高大之后 他又不断的在我们脑袋里面 一直转一直转 所以除了一开始学生习惯的 其实真的典型的就是 考试得分学分这样子 一条路 那我就开始会想说 那我要怎么去做一些不同的课程的安排 让你在上课过程当中 不要耽误你18周的时间 可是同时间你融入课程里 顺着课程里 老师的一些要求 打个比方 你刚刚提到资讯伦理 那可能有个章节叫隐私 大家都很关心自己隐私嘛 对吧 那于是我就说 好那我们来做个肉搜的议题好了 那在早期的时候 我比较有趣的是 我争取了我们系上老师的同意 就说老师我们都是半个公开人物嘛 那我就问说 老师老师那你愿不愿意就是 可能你们成为是学生肉搜的对象 这样子 所以老师愿意喔 对那资管系的老师嘛 也许我们在这领域里面 大家觉得说 OK啊 那但是我们会加条件 学生在找完之后的 那个找到东西 要交给老师当事人去看过 哪些他觉得不适合放在报告里的 哪些他觉得无访的 那这个一定要经过当事人的确认 那这也是课程一部分 那个叫告知同意 这很重要喔 因为现在的搜寻平台就是都会做肉搜 对 但是你到底是不是 告知同意 对 你是否合法 或是说你是否真的是 已经在那个危险边缘当中 所以老师 喔 所以其实等于我把就是 你知道资讯能力一定有一些冥想嘛 对 那些冥想你要他们背 他们瞬间就是就忘记 对 可是你把它变成这个之后 实物上 他就知道那条线是在哪里 对 所以学生也会知道说 喔 我要去让对方知情同意 也是我们尊重他人隐私 一个不能审的关卡这样子 嗯 那那对老师来说老师也安心 觉得说 你不会说好像偷偷的搜我搜了什么 我也不知道你搜到了什么 对 因为老师可以看到他们找到的一些档案嘛 对 甚至也可以帮助老师自己 然后知道说 诶 怎么有这个资讯 我在网络上 我自己都不知道 对 那也可以去做一些事后的处理这样子 嗯 那甚至有些学生就是说 事后处理 因为老师你后来还是做更多 是一开始是 征求这个 这个 老师们的同意 他们愿意成为被肉收的对象 但是透过学生他们的这个 实物上的操作之后 他们知道很多的 资讯伦理的概念 不只概念 他们实物上要怎么去注意的 可是后来 刚刚讲说 有些可能我们自己不知道 他就是在铺在这个公开的场合里 你后来是 反求让学生自己去搜寻自己 对 嗯 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就是阶段性的 很多时候 我们假设就把前面那个历程 当作是你去露搜 你喜欢的那些 呃演艺明星啊 可是那时候你可能会讲 诶好开心哦 好像看八卦之类的 对 辛齐烈齐 对 可是当你回来说 你搜自己 他们每一个人都怕死 开始会谨慎这件事 对对 然后我们就会说 诶你不觉得人很奇怪吗 对 你搜别人就开心不得了 你这样回来搜自己 就会一副 就戒胜恐惧的这样 那顿时他们了解了什么叫尊重 尊重 不是那种就是扯到我的 叫你应该尊重我 然后我搜别人就觉得你活该应该被搜 所以他们顿时间 我觉得那种无声无声的教育的那种力量 我觉得那是更大的 立刻 嗯 你可能就是别人你无痛 可是那种事情你才说 无痛 而且这是这应该 这个标准应该是要一致的 是啊 对 所以其实 就是他们就是 在资管系里面就是可能代代相传 大家就是觉得说 像性子老师的资讯伦理 其实你一定会收获很多 而且这收获是你一辈子可以带走的 而且甚至老师 你他们带走 你甚至说 让他们做起类似像国外的所谓的 类似形象管理师的概念 你可以把自己的黑历史 可能是抹掉还是什么之类的 我其实不太懂这个逻辑 是可以的吗 是 是我可以收 啊会不会是有些平台 我可以收回 我自己可能以前没有那个概念 对不对 是这个意思 是可以举例吗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可能都在这样的平台铺路 像你其实根本没有想到 你自己在做这个是无形当中 把自己的行踪或什么铺路出来 所以这课程就是这个样子 可以跟大家做一下分享 嗯 其实打比方 就说 后来我们让学生收自己的时候 因为这门课是开大四 那很明显的他们接下来就要毕业了嘛 对 不论是找工作或是升学 那都要通过就是一些关卡 就是面试啊 推增啊 那于是我就说 我们最后的这个学期报告 那会放在自己的地方 就是让你自己漏搜自己 然后如果你发现了自己有一些 原来我不想让人家知道的 那Ruby说的 比如说最常见的 一个可能是他们过去FB的发文 那FB有一种是属于全球公开的 有个地球在那边的 那是任何人其实路过都可以看到的 那有些人会锁起来嘛 现好友或是现特定人 那很多人过去 所以学生们毕竟你可以想见他们18岁 就是其实过往可能都没有太留意这些 所以可能就是有了看到什么有趣的就贴了就贴了 那等他们做完这个专题之后 他们发觉有好多他们根本不希望他们的主考官面试者看到的 所以他们就会回来去要嘛就删掉 他们觉得说那太丢脸黑粒子 就删了他 要嘛就是把它锁起来 要嘛就是仅限好友 当他们做任何一个设定的时候 我就知道说 哎呀你已经懂得保护你自己的隐私了 你一开始去做设定了嘛这样子 对 那包括IG也是 然后呢包括自己的FB的频道 那或者是甚至也有一些是发觉 就是他们可能出现在朋友的照片里 对被标记了 对那他们是不是愿意持续出现在朋友的照片里 那他们有机会可以去跟朋友讲说 哎你把那张拿掉好不好 就是我们其实现在是有充裕的时间 他们去检视 检视完之后他们就可以做一些行动 那所以这个专题其实也帮助他们 他又可以拿到学分 然后又可以检查自己过去的这些网路上的轨迹 然后又可以了解尊重不是只有对自己 才就是大家要尊重我 然后他们也会同时的去就是往后 他们觉得说他们去查别人东西的时候 他们就会想起自己被搜的那种心情 所以他们会更谨慎的去知道 我为什么今天要搜 搜完之后我搜到资料 我要怎么去保护他或使用他 他们会更谨慎一点 我想最近实事也是有在发生类似这样的状况 所以其实这也是让大家也让我们知道 真的就是不管是我们搜别人或是我们被搜 其实都是要做 我讲说那个 那些界线真的是要很清楚明确 因为他可能会 你其实会伤害到 而且你也会伤害到 有时候那个线不知道的时候你会伤害到彼此 而且那伤害可能是永久存在的 在网路上伤害有时候很可怕的是 他其实是抹不掉的 对 所以才会说这样 难怪那个课程很多人都 一开始是可能我听八卦 可是后来就想说 真的这其实 而且又很务实实用 而且也刚刚我们讲说我们必须尊重 不是说只是在口头上面 是正实际上运用上 可是那老师你又如何在课程当中 你为什么又想要多元带学生去比赛之类的 这又是一个 我觉得另外也是一个激发学生的一个 另外一个模式吧 可以跟大家做一下分享吗 因为像我们教的课的类型有很多 刚刚提到这些伦理 伦理意思是说 怎么把你的资讯专业用在对的地方 伦理是一个好的善的地方 那刚刚我们聊的其实不外乎 我们都能确定他们有专业四年吗 你看写程式很厉害嘛 那怎么把程式用在一个 真的是以人为本 然后能够对人有正面帮助的地方 而不是做一次自己好奇 去列起别人的工具这样子 就是有你的部分 可是我们也会有些专业的课程 打个比方像譬如说 可能资料设计思考啊 这些比较是属于带一点 就是技术含量的课程 那我们就会觉得说 你自己只是在课程上写完程式 然后呢 而除了得到三学分 那还没有一些 是让你同时间 也可以把你写程式的这个题目 它如果刚好就是一个社会需要的题目 那你写完 然后社会上就是也可以用得上的题目 那这是不是一渐一渐 这样子 所以其实 所以你才会带学生参加好多无数的比赛 那里面有很多 可能跟社群平台有关 跟创业有关 甚至跟社会公益有关 是的 是 就是我觉得 嗯 对我来说 学一件事情 比如说我学 今天写的一个专案程式 那 如果说我只有在学校 或是教室的场域 可能就是开一个练习题 让他们做 那做完之后改分 就是答对答错 可是如果这个题目 它同时间也是一个社会议题 嗯 那这个社会议题 其实你把它搬到 就是你现在要给他们这个题目里面 那当他们完成之后 那 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说好了 像比如说 我的一个在 嗯 好几年前的一个毕业专题 嗯 的一组学生 嗯 那嗯 他们做的是 嗯 目前高雄市政府的 1999市政仪表版 是他们做的 嗯 是的 那可是那时候的因缘就在于说 嗯 其实高市府 其实就有很多派工资料嘛 你知道 嗯 就是打1999进去 然后通报 然后记录 那累计好多好多资料 然后累计十年了 嗯 那高市府就说 诶那这十年资料 我们都会在这边要做什么啊 这些资料能干嘛 那这岂不是我们资管系 应该要 要这时候扮演一个角色的地方吗 嗯 那所以我们就跟学生就说 那我们拿这十年的这个派工资料啊 然后来看看 我们应该可以 让它变成什么样一个服务 那后来就是 学生们就其实我想 那他们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穿越 我们就变成是一个仪表板 市政仪表板 嗯 意思说我打开1999的这个网址之后 我可以看到各种类型的 现在通报垃圾的有几件 然后通报就是 就是道路不平的有几件 这样一个就是一个视觉意表板 市民可以看 然后市府的人也可以掌握 对 那这个专题是他们毕业专题 那这完成之后 市府就觉得说 诶你们写出来的东西 刚好就是也是我们需要的 嗯 所以他们的专题直接就转移到市府 要成为市府的一个公共服务了 哇 那我就觉得 对这才是我觉得我希望引导学生的 不是说你毕业专题做完之后就收起来 去领毕业证书 结束这回合 你能完成出来的那个成果 他真的可以用在社会的某一个地方 诶后来这群学生他们 他们现在创业了 是不是 我就这么想 对 他们就觉得 哇 那个真的有影响对不对 他们觉得很有成就感啊 我在学的时候就已经做了一个公共服务 而且影响其他某个程度影响力 有达到它的影响力 嗯 而且重要的是说 我们拿的都是政府开放资料嘛 它有个特性是它免费公共资料 政府资料 它公共大家都可以用嘛 所以我就常跟学生讲一个观念 说我觉得我们学资管啊 就是真的是一条就是很富有的路 为什么呢 因为政府资料就是公共财啊 不用钱 在那边满满的随你用 只要你有办法去资料 去做一些创意价值设计 你看哦 政府资料 你可以把它商业化 变成是一个你的服务 公共服务 社会服务的 你可以把它就是 等于说自己去把它发展出好多好多的资讯化的平台 APP 服务等等的 那这些都不要钱耶 就不会不收你钱 所以我就 其实我同时间 我其实2012年 为了开始推动我们国家的开放政府资料 那也就在于说 刚刚回扣到这Ruby说的 我觉得我们的教学跟我们的食物跟这块土地 其实不应该是分开的 那特别是我们现在这个资讯的年代呢 如果我知道国家就有这么丰富的开放资料 那我把开放资料带进学校 带进课堂 然后让学生拿这些 来作为是他们就是去实作这些程式啊专案的 那产生出来的成果就也会是一个真正的成果 那真正的成果再放到就适合的地方去 我觉得它变成是一个循环 对 那我觉得教育跟教书这两件事情 他们就已经结合了 对 是 今天时间过很快 那尾声 节目最后我要请 我今天很开心今天邀请到信哲老师可以跟我们分享 不管是他一路上而学经历背景 然后后来他自己也用他自己的力量 然后去影响学生带着学生 然后也一直都一直我自己说 学生在这个求学过程当中他可以带走什么 所以在你的这个教学的模式当中你都一直询问自己这个问题 然后也同样在课程当中就一直引导学生 不管是用食物面上让他们知道 然后甚至是结他们专业等等 让他们又多元尝试 甚至现在已经有很多人早就已经他自己创业路上等等 当然也是一定也是已经有在这个治管理念来做付出的学生了 我相信已经是非常多的学生 所以我想说 节目最后我想请老师来跟大家分享 因为你自己一路上也经历这么多 你自己有没有什么要跟大家做分享 或是说 你觉得 在你自己的经历过程 什么东西或是什么样的状态 他是加持你自己 他同样的其实在那样养分跟加持的时候 其实也可以让我们借进 然后让我们不管是学生啊 或是我觉得家长也有可能 我想说 那到底我们要怎么让孩子们在学习的路程当中 我们可以适时的支持他 我就支持 因为有时候孩子有他自己的想法 你自己的想法是什么 可以节目最后跟他做下分享 是 因为我自己现在其实也有两个小朋友 所以其实我会尽可能的让他们知道 这个世界是一个整体的 那同时间 其实我自己回溯 就是说刚才包括Ruby 我追在我们访谈里 我好像就是被你引导的 就是去重新去回顾了自己每个历程 那更重要的是 其实你还会告诉我 他背后那个时候的意义 所以我其实在我们互动的谈话里 我感觉到说 生命里其实每个阶段一定都会有不同的事件嘛 那些事件可能有大有小有好有坏 有开心有不伤心 甚至会有一些冲突等等的 我觉得每一件事情 它其实在你的生命里都是有意义的 所以有时候遇到一些可能比较挑战性 或者一些紧张 或是自己不想面对的时候 也许很多人会转头转开的 可是我可能会倾向于会去记得说 它会出现在你面生命里 一定就是某一些意义 你得要去看看懂 去了解 那所以这些不同不同的意义 你尽可能的去克服 或是尽可能去学习或是体验 我觉得每个小小小小的片段累积起来 其实它会帮你铺成 就是一条你未来需要路上的养分 然后等到时间到了 就是我们讲说 就是像是 就是一颗种子嘛 还有足够的阳光啊 土壤啊水啊 就是因缘聚合了 聚合之后其实 嗯 未来就它其实就开始萌芽了 这个树就开始就发展了这样子 那当然我用这样的辟语 是我自己蛮深刻的感觉 就是前面有很多不同的养分 有的是可能冲突的 有的是紧张 有的是开心 有的是辛苦的 这些不同的养分 嗯 我至少我觉得我都 嗯 努力的去接下这些球 然后尽可能的去完成它们 所以后来我自己也会 让自己称为 尽可能的是一棵坚强的树 然后让这棵树也可以去照顾更多 未来一些像现在学生 很多小的种子 包括我自己的可能小朋友 嗯 让这些种子怎么样可以 让它们 有自己不同人生的课题 然后去酝酿自己的养分 然后去长出自己未来不同的样子 那我觉得在这过程当中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像我提到的 呃 当我就是就是被被 呃 教书教的很累 很辛苦的时候 那其实我不会只看我自己 就我同时间会去看另外一面 比如说刚提到说我教课教 教很多很多很多课 然后可是看到台下的学生 嗯 任何一件事情一定都有就是自跟他两面嘛 有教书的人就有听课的人这样子 那因此我会关心的是说 呃我现在做这件事情 那么他对岸的就是那一方 那究竟就是这两者之间我们要怎么平衡 所以我不会只看自己这一面 我同时会看我现在做这件事情 它必然有去影响到另外一面 嗯 那另外一面 那这两者之间应该怎么平衡 我觉得这是一件重要事情 他也可以去帮助就是白话文来说 就是有点帮助 比如说学生或小朋友 去了解世界上不是只有自己 不是以自己为中心的思想 然后更重要的是能够了解 就是你做这件事情 必然他身边有一群会受到影响的相关者 这样子 那我们怎么把自己跟别人都兼顾在 我们的思考里面 嗯 就比较不会有那种过度放在自己啊 这样子一个状况 嗯 这要随时提醒自己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用自己角度看久之后 其实会忘记要跳脱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件事情 对跳脱 对 然后才会那个影响才会一直 因为你真的如果都一直是医疗师 或是家长的角度 会忘记要去看另外一个 的需要 对啊 真的 所以 等于是欣赏我自己是时时在提醒自己 嗯 做这件事情 但也同样的 我觉得我们可以 对 也要时时提醒自己这样 因为你要讲的时候 我有时候好像会忘记这件事 但也真的 如同刚刚那个欣赏我讲 他接下了很多 一路上我们 这等我们接下那个球之后 就会成我们的养分 当我们选择逃避的时候 对 他可能我们就错失一个机会 可是你接下来 那我相信 如同很多人的生命过程当中一定也会有不同的课题 嗯 所以那时候我们怎么去面对 老师就把他今天的这个故事来跟他做分享 也是在他的教学过程当中也跟他分享非常多有趣 而且很深刻 而且跟学生的一个互动 然后今天很高兴也邀请到这个欣赏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分享那么多的故事 今天谢谢欣赏老师 谢谢 创开心 谢谢欣赏 谢谢 谢谢